台湾教授就要跟我们一起参加最丰富的活动 欢迎您 庆医师 庄医师他毕业于加州San Diego大学 因为家学渊源及对古商科医疗的浓厚兴趣 所以继续在Terminal College of Chiropractic West 攻读诊级学以优异成绩毕业 取得全美及加州医师执照 目前有自己的诊所 也曾在大学担任副教授 中医师学患中西专精正骨条精疗法 举凡运动伤害坐姿不振 骨刺增生 颈椎腰椎疼痛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方法 他的经验丰富 今天将与我们分享正确的脊椎 预防疼痛的基本知识 及简单基本运动 与站坐走的重要性 希望帮助大家拥有健康脊椎 与保健知识和方式 等一下如果有问题 欢迎在Chat留言 谢谢 那现在我们就有请庄医师来给我们分享 第一次上Zoom做大众演讲 一般是现场 现场比较活泼 也可以看到人 所以呢 在这一场里面呢 我尽量看能不能够在前面会有一些基本的介绍 关于脊椎所有的这个构造 然后呢 中间有Q&A 你可以在Chat Room 开始答你的问题 那相信大家都想要学的 就是怎么样能够预防 疼痛 故意摆在一个高处 因为你只是在听我上课 所以可不可以现在大家都把你的荧幕放在一个高处 你的头顶是往上看 好不好 好来大家移动一下 动一下 把你的荧幕不要在下面 这个一个小时半往下看 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请你们大家把荧幕都移到一个比较高的地方 然后你如果有一支笔或一张纸 我会请你写下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 比如说今天我们最重要的一个formula OK 这个程式呢 这个formula是请你写退化等于地心引力加重量 OK 请把这个写下来 我的中文程度只有六年级 要谢谢我的父亲很严 跟我说一定要服务华人 所以我的中文是我的亲朋好友病人们教我 教到比较好的 所以我会讲 但是不会写 你们写的这个formula 开始想重量是什么 你的头的重量在你脖子上 所以你的头往下看的时候 它的重量是压在脖子上的 你的肩膀往前的时候 手在前面的时候呢 它是压在你的胸椎上 也在你的腰椎上 所以如果你开始这样子的去推理这个重量 加上地心引力 等于退化 那是不是我们大家都会退化 那所以呢 第一个要大家马上改的 如果能够改的 就是先把你能够看到的荧幕 看到的东西 你家的电视 你家的所有的iPad 都把它架高 请大家写一下 你猜一天有几分钟 一天有1440分钟 这1440分钟 你有几分钟 是不是往下看的 如果说 你没有反过来的 用它 那意思就是 你没有让它休息 我们减掉八个钟头好了 如果你睡觉睡八个钟头 那你还有16个钟头 是跟着地心引力 加上我们躺着的时候呢 也有压在脊椎上 OK 那当你如果知道这个是一个事实 当医生我们不能乱讲话 我们唯一可以讲的是 退化是一定有的 地心引力也一定是有的 那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你不去注意你的知识 那你一定是输给地心引力 OK 好来我们先从 我就上网呢 现在有没有看到sharing 像这个照片呢 就让你知道说 我们所有的荧幕都需要是高一点的 这个呢 在我的诊所的经验 我都请病人抬的 比这个还要再高 更高 所以请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 一个是需要近一点 荧幕还要再拉近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头还是有一点往前倾斜 你可以看到它还是有一点倾斜的 OK 那如果你可以再把这个荧幕 再拉近一点的时候 你的头就会回来一点 今天我们最常最常有的 这个脖子肩膀背的酸痛 这个都是因为我们长期的往下看 这里会退化 在这个颈椎的地方 只要这个头 大家动一动你的头 左边右边你去想 我们的头的下面第一节 那个第一个颈骨 只是几个ounce 但是我们的头骨 是8到13磅 所以当你的头是往下看的时候 这8到13磅呢 是一个压力 也是一个拉力 这种情况下 你在不知不觉当中 它就变成一个脖子 肌肉会变紧 会去拉到 背呢 一定要靠到 很多人说 我坐得很挺 我不靠背 当然好 但是你可以挺多久 当你累的时候 你就得靠背 当你靠背的时候 我们建议你的上面背的地方 也有碰到 为什么呢 当这里没碰到的时候 我们刚刚说了 地心引力 头的重量 跟脖子 肩膀的重量 就等于是 我们这个常常说的 这个肩胛骨的酸痛 我们常常会觉得 这个肩胛骨啊 就是抓不到 弄不到 手也弄不到 正后面 它的痛 所以如果椅子有靠背 没有靠的够高 也是造成我们头 压颈部 跟手往前 会影响到我们的肩膀 肩痛 肩胛骨的痛 OK 搬东西呢 当你在搬的时候 最有力的 是你要蹲下来 用脚力 你蹲得够低 用脚的力量 脚的肌肉是大的 你的背肌是细细的 小小的 所以你往前一步蹲下来 屁股往后坐下去 用背跟大腿的力量 这样轻轻蹲 再把东西直直的往上抬 这是最好的 一般呢 抬东西呢 要进身体 你甚至呢 可以脚一前一后 我们叫diagonal squat OK 脚力 它的肌肉 大过于 我们的背的 细细的肌肉 常常练脚力 用脚来搬东西 是比较省力的 整个蹲 然后拿起来 再用背力 OK 那再来 我们再来看 OK 如果给年轻的小孩 我们从小就要教 他们怎么拿东西 让他们怎么样轻松的 把这个习惯 教到他们的生活 日常生活中 我常常问 我的病人 你们刷不刷牙 像我现在也可以问你们 刷不刷牙 相信大家都刷牙 对不对 当你刷牙 为什么 是谁教的 这个是爸爸妈妈教的 那你的所有的习惯 好的习惯 刷牙 洗脸 洗澡 都是父母亲教的 今天我希望 能够在这里面 请大家开始 不管是你的孙子 或是你的小孩 你能够教育他们 我们日常生活中 知识的重要性 OK 当他蹲下去的时候 一定 once again 都一定是用脚力 squat OK 然后拿起来 头尽量当然是 挺起来的 屁股 你要看好 他屁股是往前 往后翘 OK 膝盖是弯 那因为拿的东西呢 他的膝盖 没有超过脚尖 你可以看到 他膝盖没有超过脚尖 背 后面屁股是往后翘 停起来 用背力跟脚力 把东西拿起来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我们大家需要开始 现在就要开始练习 睡觉的知识 我们的睡觉知识有很多 大部分的人呢 就会哪边痛就哪边塞个枕头 那哪边痛哪边塞个枕头 其实不是很好 一般呢 如果说你有腰痛 枕头是要塞在你的膝盖下 而并非塞在你的这个脚踝下面 躺的要能够平稳 那头呢 下面你如果看这个荧幕呢 脖子是有弧度的 OK 这个脖子有弧度 脚中间还要夹 为什么呢 侧躺的时候 你的枕头需要夹在脚中间 要够高 很多人的脚中间没有夹枕头的时候 你的骨盆是歪一边的 睡久了会拉着腰 腰就会酸 那在你的侧睡的时候 肩膀因为脖子也是有一个空间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有垫一个枕头和侧面 那在这个当中呢 你可以知道说你有有办法 这个让你睡的比较脊椎上是没有压力的 趴着的姿势 我建议大家 这个是很好的 如果你可以做的话 我每天有地心引力 站着坐着走着一阵子 如果你已经有腰痠背痛 你可以在每一个小时 趴个五分钟 OK 趴下来呢 脊椎上没有压力 所以我会建议 如果你今天有在写笔记的话呢 请写一下 如果你是有腰痠背痛 肩颈痠痛的 有时候趴在桌子上 头转一边 你会感觉到颈部有拉 十分钟 当然不是趴十分钟 如果你睡着没关系 一定要注意左边跟右边 要能够感受到 它有拉到跟它轻松的那个感觉 OK